爱美奖得奖名单揭晓影集《铁窗红颜》虽然最后没有得奖 但是实力依然备受肯定 《铁窗红颜》也被翻译为《女子监狱》 由网络媒体Netflix制作 另外一部知名影集《纸牌屋》也是他们的作品 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收视习惯 影集不是一集一集看 而是整季所有影集全部放在网络上提供订阅者下载 打破了平台的限制之后 Netflix让我们看到更多影音内容发展的可能性 网络电视Netflix自制戏剧《铁窗红颜》 获得2014年爱美奖12项提名 最后荣获三项大奖肯定 2013年获得14项爱美奖提名的《纸牌屋》 正是Netflix的第一部自制戏剧 开创了网络电视进入爱美奖的历史 女主角罗平莱特也因此获得金球奖最佳剧情类剧集女主角 是网络戏剧第一次得到主要影视表演类奖项 也是影音平台革命的开始 专门提供数位内容的Netflix打破传统收视习惯 在戏剧首播当天就将整季十几集的内容释出 意外受到欢迎创造了可观的收益 夹着纸牌屋的高人气 Netflix自制的铁窗红颜坚持走自己的路 跳脱主流娱乐节目选角方式 剧中各族一女演员挑大梁 也获得2014年艾美奖最佳喜剧类影集选角大奖 继续带动影视产业革新